后面刚有位举手的 谢谢 其实我 可不可以待会大家先跟大家介绍 我来自哪边 我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的盲生掌签 谢谢 我觉得这部影片非常让我觉得感动 因为陈永强他确实没有办法长高了 反正他还是觉得他自己可以长得很高 那我觉得说其实男生要争取生活的当中 本来就会碰到好些困境 那这些困境我们要 要怎么样去突破 要怎么样找到自己适合的对象 尤其是要靠自己的奴隶之外 因为我觉得同时也要看方方的缘分 像 当米娜虽然她已经有男朋友了 所以她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再去接受另外一位男生 就是她的男朋友 那可是她却愿意跟永强一起做一个表演的团队 一起去参加比赛 然后让永强不会有那么大的失落感 我觉得这也是她很可贵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男女之间的互动 所以可以有一些时候是可以很微妙微笑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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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有一位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市道手架航机会的理事长 王奇文的儿子 我叫刘子瑜 那我在这部电影当中看到了一个点 就是那个强强是讲国语 那她的爸爸和她的阿公也都是讲国语 所以我想说她的阿公可能是所谓的就是外省的第二代 但是她的阿嬷是讲米南语 那在电影中 我发现 导演所安排的是 不管什么情况 基本上 强强的阿嬷都讲台语 但是其他人 习惯讲国语的人 却很自如的可以跟强强的阿嬷讲国语 强强的阿嬷也可以回答台语 那我是想要了解说 想要请问就是 小弟导演 您这种安排 是在反映什么现象 就是说 现实生活中 一般应该都是 相方讲同样的语言比较多 那为什么那这里会变成是 就是 因为我蛮好奇 就是说 为什么是有台语和国语之间 这种各自的对话 又能够通的那种现象呢 谢谢 谢谢我们子瑜 看的 听得非常仔细 喂客系 您好 我是那个淡大的公共行政系的王正中 我想要询问一点就是 因为我不是没有看过口述影像 可是我蛮好奇说 要怎么样去制作这个 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要做这个蛮难得 因为你要怎么样去算 精准去算那个插入点 就是你要在情节转换之前 你要有一个预告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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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台名的那个时间点你要抓 对 我比较想 蛮好奇就是说 在 这个部分是怎么样去弄的 因为 老实讲 你就算一个人他再熟悉 你就算等一下看再多次 难免还是有错 我真的配 谢谢公司这个 就是制作这个东西 这样子 那 我也佩服永强 我觉得 因为他自己 他刚刚说 他要考那个什么 擦班 所以 估计算一算 大概是专 5 如果是专5 大概等于大2 那我现在大3 年纪差不多 我是这样子 我也没有想 我真的佩服他毅力了 我自己可 我自己不怕真的 毅力就差很多 多 这次还是谢谢 谢谢 那我们先请小弟老师 先做个回应 那 我不知道 第一个问题 其实我生活里常常遇到 大家应该都有吧 就是国语跟台语 可以交代 尤其是我回想起来的话 尤其是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是一个军人的外省家庭 那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过 那些就是旁边的邻居啊 工作的人啊 这样子沟通 这个像我就记得那种老兵 就会说 说什么 你说什么 阿婆就说 我三分分了啦 跟你说几次了 你都没有 我管你什么三分分 他们就常常在吵架 可是呢 其实他们又是好朋友 但是从小就常常常常常常看过这样的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大家不感觉到的台湾的多元化的一部分 我觉得你从吃的东西大家可能也没有感觉 像我们去大陆拍戏的时候啊 就有一个工作人员大陆的工作人员说导演 我们真的很苦真的很苦很苦 因为我们到那个陕北 就是最苦的那边 台湾的工作人员真的是咬着牙齿 然后有一天忽然吃饭的时候 一个大陆的工作人员跟我讲说导演 我自小长大 我没吃过这种苦 我吓了一跳 说是喔 原来他是吃面 吃饭的 他不习惯吃面 他说他没吃过这种苦 可是我们在台湾 你看我们从水饺啊 面啊 大饼啊 到这个所有的这个 这个 不管各种什么 番茄酸酱油啊 小炒包 炒包小炒 等等 就是我们的口味 我们的语言 我们在不自觉的当中 其实真的是多元化的 活泼的 在生活里 我觉得越来越活泼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种活泼的感觉 那然后第二位同学所说的 这个淡大同学所说的 我其实也很佩服 我刚刚一开始 想说 哇 好准 他讲到这里门就开了 然后什么要先讲 什么要后讲 我也觉得已经是 蛮很有本理 应该是已经累积了一些功夫 我也是觉得很厉害 那 刚刚教授说的就是 什么一些内心戏啊 应该再加强 或者是讲话比较快 我相信 那个 那个公司的朋友 会转达教授的这个想法 让这个 看的时候 有一些更细致的分享 您好 我是博中的英文老师 那我现在在休假中 因为我眼睛不好弱势 那我想请问导演就是说 你怎么会找到这么棒的剧本呢 因为我觉得你导入一个现实的状况就是 现在的台湾的家庭状况就是 隔代教养蛮多的 爸爸妈妈不小心离婚以后 孩子就丢给阿公阿嬷养 因为爸爸妈妈又各自再婚再吃 那我觉得很感动的方式就是说 那个小孩子曾经误会 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不知道他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说你们都不管我 可是我觉得 我看到最后 这个小孩子又所领悟了 原来 每个人对于爱的表达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身为老师 家长 小孩子 应该要有这个体认 透过剧情 让我们学习说 原来这就是爱的表达方式 可是表达的正确 跟是否接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然后提到那个身高位体 我也是标准的 一个不一个 像every day 我以前跟我爸爸妈妈 为什么我弟弟这么高 我哥跟我就这么矮 同样一个工厂出来的 我爸爸妈妈突然说 为什么身高有这么的差异呢 那我喜欢听radio 以前有天有广告说 诶 始终要可以变高 赶快电话call in 然后那中医师跟我说 你超过18岁 始终要长高好像不太可能 我就非常非常的沮丧 那我哥哥的小朋友已经小五了 可是身高才123 我本就万看了 所以我也是希望小孩子 男生嘛 能够长高一点 所以呢 我也是有这种迷思的女孩子 我喜欢个子高的男孩子 这是有切实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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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